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一年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大乘所佛教所做一切乃是所发的愿 都是为众生 为成佛 那这样呢 意义就不一样 就像地藏菩萨为她的母亲离苦 发了地藏本愿 所以当然也成就了她的菩萨道 更让她的母亲离苦 那日也发菩提心 同样的我们今天要来受此 八观灾戒 然后呢 今天又为我们大家办了长寿法会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叫什么来 无量寿佛 那阿弥陀佛不是贪长寿 而是让她有无量无边的时间 因缘去度各种的众生 就像一个爸爸 他现在小孩子生下来了两个 那爸爸就要求长寿了 因为爸爸是为了这个小孩子能够把她养大成人 所以她希望能够长寿 富贵 那么她的儿女呢 才会有福报 同样的 今天我们以八观灾戒做基础 来办长寿法会 就希望所有能够利益众生的善知识 都长寿 长久注释 来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当然更祈愿所有商宝弟子 能够长长久久的健康富贵的 富持商宝 所以当然更希望自己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 那么能够长长久久 也希望自己能够长寿 富贵 这么才可以回向给众生 就像现在贫穷人那么多 如果我们没有钱 有心无力 很痛苦 就像现在老人那么多 如果我们自己身体不健康 那只在老人还没有往生净土 我们就死了 就像爸爸妈妈都还在生病了 我们不能死 我们要长寿健康 才能够来照顾这些老人 所以一个菩萨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时时刻刻想着别人 想着众生 就像我在这边讲话 就像这些师傅在那边唱诵 敲法器 都是要为了众生 要很仔细地去为了众生 而不能说我唱高 他唱低 我唱快 他唱慢 那你这样就是自我意识很强 因为你就照顾不了别人了 就像你要讲一句话一分钟 你就不要给他讲成五分钟 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然后呢 讲的话不贴切 那这个就是没有空性 因为在一个自我的意识里面叫我执 而忘了对方 所以佛教最大的功德是有一个方便 但是这个方便是为了配合对方而展现的各种方法 就像观音菩萨要方便的普门视线 各种的形象 而没有自我形象 但是在讲方便之前 必须要把这个我跟法 没有分别 这个叫般若波罗命 所以你能够了解万法 包括自己众生的本体 而不是只坐在那个暂时的形象 那完全简单地说 不自私的 无我的为众生奉献 要我们做小丑就做小丑 但是因为众生无量无边 长期的轮回在受苦 所以一个菩萨就是希望能够自己呢 有这个寿命自在啊 财自在啊 智慧自在啊 福德自在 随缘视线 所以视线长 视线短 那都是一个因缘 但是他能够扮演得很好 比如说一个菩萨 我看过佛经里面 他视线20岁就死了 为什么这么短说呢 让他爸爸妈妈 找得觉悟 因为这样 他爸爸妈妈帮他办伤事啊 然后呢 他就会刚好碰到一个师父 然后这个师父呢 就给他讲了这种 生死轮回的道理 然后让他父亲呢 找得解脱 然后那个时候呢 父亲在精进的时候 这个做儿子的升天啊 还从天上回来 跟他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你们现在如果归一三宝 这样修行哦 我们来世我在天上等你哦 他爸爸就高兴 原来这个短寿 它不是短 它是一种视线 就像佛陀过去 用身体布施给老虎 所以而且呢 成为天神以后 那也跟他爸爸妈妈说 能够把我的骨头捡起来 让所有生病 特别最严重的 印度的那个传染病 那么他们都可以升天 所以而且视线天人 庄严像给他父母看 让他父母生起了信心 所以我想 这个叫自在的意思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以八观在界的 发心来修长寿法 就希望我们的 利益众生的事业 比如说念一下 放生 事业自在 员工 事业自在 那是帮助老人院 帮助孤儿院 等等的这些事业 都可以自自在在的 因为我们这个道场 是在市区 老实说啦 你在这边办法会唱 都很好 但是隔壁如果听了 不舒服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要经常给他们回向 回向 再回向 希望他们听到以后 能够得到加持 能够生起一个欢喜 那你要怎么做 当然要回向隔壁的人的 家庭 他的父母祖先 地基祖 他身上的什么 冤亲在主 都回向给他 不是针对人 佛教讲因缘所生法 对不对 今天这个人要找你麻烦 但是我对他爸爸妈妈很好 他就不找我麻烦 就像我以前结婚 我就跟我过去的同修说 我会对你的妈妈 好的比我妈妈还好 他这样就安心了 这是他的孝顺 但是 你也要对我爸爸妈妈好 你对我父母好 我就对你一百倍好 彼此彼此嘛 因为我爱妈妈超过爱一切女人 但是我也知道 我过去的同修很孝顺他这个妈妈 所以当然我会对他妈妈更好 所以这个叫互相互相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学佛 你就要开始配合别人 不要一直想说 我想要干嘛 我想要如何 那这样就会一个强烈的主宰别人 会做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而且会变成格格不入 所以我想要变成水 才能够渗透一切 这个水它可以随着因缘 变成水尘器 变成各种状态 它才可以渗入到更深 所以佛陀很喜欢教授 你没有东西供养 用水供养 因为水就代表空性柔软 净化 而且没有人会对水起的贪着 那当然我们自己来修行 我们要一直怎么做 为了众生的需要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像后面的法座 撞不撞眼 撞眼 等一下轮流做 好不好 为什么要做 我要成为佛陀 了解吗 今天为什么要叫你上座 你要发起菩提心 你坐在上面 要么就跌得快 我跟你讲 下地狱 要么就找一点成佛 假的国王会发抖的 但是发菩提心者名为国王 所以 而且承担佛陀的任务 叫法王子 法王之心 佛陀的心子 那当然大乘佛教教育 是平等的 是念一下 众生皆有佛性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刚刚他们寝师 摆了一个桌子 上面摆了一些画 结果我看到 哇 蚂蚁一大堆 这个蚂蚁因为肚子饿 所以花上面有甜甜的 那这个这是我的因缘 所以我对那些蚂蚁就念 归一了 今天殊胜日 希望蚂蚁蚂蚁归佛 发菩提心 将来一起成佛 这是我跟他的因缘 所以看到了都跟你有缘吧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但是让我想到 来 愿所有的蚂蚁 得以归一三宝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 死最多的就是蚂蚁 其他的动物 这些鬼神 所以我们为了如此 来愿受戒功德 长寿发挥各种功德 回向森林大火 死亡之大小动物 有形无形众生 奥阿霍 离苦得乐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精进 我为什么要受保管再接 我为什么要布施 一切都为了 语下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普度众生 那请问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观音菩萨 那因为你发起悲心 那观音菩萨就加持 显现 你变成观音菩萨的实践者 变成观音菩萨的分身 这个时候 我们做得很好 那等一下中午 又恢复凡复了 所以修行是如何让自己 在任何状态保持一样 就像各位在念佛 能够念到上洗手间 还以为在极乐世界 在消业障 所有不清静的地方 对你来讲都变清静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颗菩提心 大小便死 当愿众生 去贪嗔吃 捐除罪法 哇 你在大小便是在消业障 你在洗澡的时候 是在御佛 五金棺木 诸如来 变楼 静置 庄严供 因为你把不清静 都转为清静 但是如果 你在洗澡又忘了 又忘了 所以八观再见 连洗澡都叫你不能忘 不能洗香皂 睡觉也不能忘 吃饭也不能忘 看到你太太老公 更不能忘 我密豆腐 你困你 我困我 任何时间 今天就叫你不要忘记 因为你保持在 这种正念慈悲的状态 那各位 这就是修行 修行 一能够保认 这个佛性 那必定解脱 乃至成佛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忘了 今天我们学佛 告诉我们 别人打我 骂我是我的因果 是吗 今天等一下出去 车子就被撞了 阿弥陀佛 下来跟人家 对不起 为什么 我欠你了 那我还你债 我再包个礼物给你 功德又回向给你 为什么 你保持在决心 所以 你要时时刻刻 记忍 记忍 那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 你说难吗 好像难 简单吗 太简单了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保持念佛的状态 那就是修行 看一下 前面这一顿 来 南无无量受佛 南无无量受佛 那为了今天 常受法会 色拉奇 他们当家 送来这一顿 常受佛 就是希望大家 常受 好不好啊 永远有钱 永远慈悲 永远有智慧 这个叫常受 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让你活到一百岁 就拍命了 但是菩萨慈悲 活到一百二 还在撑浓 为了众生 就像我有一次 去见应孙老师 早期的时候啊 他在房间跟我说 我早应该死了 但是他们把我全身开刀 装的都是假的指甲 灌的都是汤 也不能咬 头里面也装了盖子 这样撑住 撑住 所以他早该走的 但是为了佛法 因为人们对他有信心嘛 特别年轻人 撑住 所以这个就是慈悲 那如果一个成就者 他时时刻刻可以走了 那是走是自私 为什么 哎呀 我这个身体老了 我想走了 但是一个菩萨是看因缘 像释迦牟尼佛的慈悲 所有佛都视线 注释几节几节 但释迦牟尼佛 只有四线八十年 最短寿的佛 因为怎么样 让众生体悟无常 赶快修行 为了佛陀 视线涅槃 多少的 罗汉 多少 地球马上视线为阿罗汉 因为体悟无常 他们想说佛陀在 慢慢来嘛 我看我也要早一点走 不然你们都不发菩提心 意思是如此 所以不能说 一直 没关系 靠师父就好 靠师父就好 当然 这个 自己最重要 所以菩萨 他必须要承担众生 而不是想着自己 好 所以我想 我讲了这么多 因为今天我要传的 这是一种菩提心的 八观哉戒 那事实上 这是经典 按照经典 这部经叫 八种掌养法 那参云老法师 把这个 做成一个仪轨 那事实上 是一部 八观哉戒的 菩萨戒的 修行方法 那内容 很简易 但却非常重要 你要成佛 你把生命交给 阿弥陀佛 好不好 你把生命交给 十方诸佛 不再为自己而活了 这叫 归命一切佛 为了成就佛道 让我 一定要成佛 加持我 以发这样 愿成佛的心 来受保护 再借 我们不是归命 升天 我们不是归命 成为阿罗汉 我们是归命 最无上 殊胜的 菩提心 不是身文菩提 不是严觉 菩提 而是一个佛 菩提 非洲也好 最深的无间地义也好 反正轮回的友情 都是我生命存在的责任 我们要让六道友情 都成佛 要发起这个广大菩提心 愿众生都能够离苦成佛 颤除一切不善业 为了如此 能够让自他利益结成就 那毫无嫉妒心的 希望这个世间的善法都成就 而且随喜 虽然我们修一切福 却不止左一切 所有的福都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回向无量无边的众生 是为了回向众生成佛 那当然八万在界 在向上来讲 最特别的就是过无不死 菩萨道是在 是在五卓二世当中完成的 就像地藏菩萨 有各种的地藏菩萨 叫六道地藏 六道观音 六道佛陀 反正你要成为菩萨道 你必须要能够在六道里面安住 跟六道里面一样的苦受 但是生起的却是一种利益众生的心 就像各位 你今天把你的肾割下来 给妈妈 被割的过程 开刀的过程 护炎的过程 都很痛苦的 但是你知道妈妈得到你的肾 爸爸得到你的肝 他可以活下来 你这个病快不快了 身体还是苦 但是心里觉得我在孝顺 这是我该做的 我让我父母欢喜 所以也让别人学习 所以要用了这样的心来受戒 当然站在大乘佛教最主要的入道之本 就是忏悔 一个人没有忏悔 我要度众生 哎呦你却在骂人 然后别人就会起烦恼 像我这种人 我尽量掩饰我的缺点 免得各位看到我不升起佛法的信心 当然对我们信心的还是太多了 因为我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这是一定的 那当然为了要利益众生 哎呀自己更要反省自己 但是有时候 当然因为站的立场不一样 站的立场不一样 他或许会短暂的误会 比如说我们出家人要过午不时 那有些就看 哎你怎么没有过午不时啊 但是当然我们站在菩萨道说 哎呀陪妈妈吃饭 那说法就是应该的 吃到天亮要跟她吃啊 你不能说浪费时间 吃一顿晚餐三个钟头 我不吃因为你想的是自己 那这三个钟头可以跟这一桌的菩萨 聊聊佛法多难得啊 那当然立场不一样 就是说我只能说哎呀那你就原谅嘛 我们现在在做的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就像我们会骂济公错 济公是对还错 又对又错 但是为了那个时代的方便 他必须做这些视线 但是他没有反对人家持无拉 如何如何 人不能爱面子 菩萨就是把自己的缺点 让诸佛菩萨 让同学们 让家里的人都知道 这叫follow 这个是修行最大的进步 一个人如果傲慢 你不要讲我 我修行比你久 这没求了啦 一个人要越修行越谦虚 请大家指教我 让我更进步 那有些人是你跟他讲一句错 这下就 就像一个女人说 那我要离婚了 事实上他是边搬行你 边看你 要不要流拉下来 不要这么厉害 让你去找 然后呢 没办法 因为他的面子的问题 那菩萨心最大的敌人 那就是我职啦 我们讲的 烦恼习气啦 但是你要 你要消除烦恼习气 首先你要消业障 你要全程忏悔 那么你能够消业障 不然你不知道自己对跟错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人 学佛却走错了方向 就是因为业障太重 他就会清净到 知见错误的 的僧团啦 甚至是出家人啦 甚至是修行者 走错边啦 那因为有业障 魔障各种的障碍 所谓空 就是你永远都 跟他们连在一起啦 你永远都在为他们念啦 那你就比较容易啦 所以现在我们还会 在冤亲在主来跟你要债啊 就没办法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空性 他还要提醒你 我还没超度 你伤了我 但是哪一天你真的空性啦 时时刻刻他一接近你 他就超度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决性 也是很好 比如说身口依像阿弥陀佛一样 那这个时候他一来就超度 因为你这时候保持在持戒的状态嘛 持戒的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但是你成佛以后 冤亲在主当然靠不了你 但是业还是在 业 这个业靠着我们忏悔啊 就像佛陀还实现了这种业报 那我刚才讲的是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因为你有那个心态 他才会 过去你因为贪心伤了他 过去因为你会称心伤了他 所以你现在还有贪跟称的时候 他就会靠过来 但是如果你贪跟称 当初你用嫉妒心伤害了他 他现在也要让你受了他当初的苦 但是如果你嫉妒心断除了 他一靠过来就被你超度 那所以你要超度这些 冤亲在主 那当然你要保持决性的状态 那当然希望哪一天能够 视线出家菩萨的形象 那当然平常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法师带念一念 那大家出一十五 出去老人院啊 去放生啊 去帮忙很多事情都可以 有两天变四天 有四天变六天 有六天变十天 十天以后干脆住在这边 要出家的出家 要扫地的扫地 福慧双修 因为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喜欢狗的 直接去护身园 喜欢牛的去护牛园 喜欢蚯蚓的去照顾蚯蚓 因为样样都是佛法 只要你能够把菩提心来养蚯蚓 那等于养所有众生 一样的意思了 但是随着个人的方便 有些人看到狗就很兴奋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照顾一只狗 就超度所有的狗 那可以的 我们外在守八万宅界 内心圆满菩提心 那么令心欢喜 发喜参与 相应上广修一切菩提心的 殊胜的行为 目的呢 求成佛果 究竟圆满 来普度众生 所以记住 我们说八万宅界 是为了圆满界定慧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附带的 那么又能够颤瘁 消灾 征服 征慧 超度 但是界定慧 永远不要离开 我们大乘以 不思词戒 忍入精进为界 心里不乱 保持悲心为定 了解万法空性 不起贪嗔痴 那么 帮助众生的能力 为慧 最高的是 追求佛陀的智慧 所以这样来受此 八万再见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我们要从太阳光里面去学习这种无私 平等的奉献 平等的奉献 这就是太阳的生命 也是我们每一个发菩萨的生命 如果我们有这个悲心 菩提心 那一支香就会化成变满法界的甘露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平等心 悲心 无私心 撒一点点水 就会变满法界的 净化的甘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万丹慈悲超度道场 大家都知道藏传佛界里面 莲花生大师他是天宫的始祖 非常慈悲的第一宗生 今天刚好是莲花生大师的降生日 法国的菩萨们他们想到今天呢 大作功德 去法国巴黎的公墓啊 地下室的这个大超度 是为说爱特与共享盛极 他们那边如果 人共不方便 我们这种人共共和威向 支持他们有个响应 希望大家能同行善业善机 所以我们在台湾超度 他们在法国超度 希望大家世界一起来超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晚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